宇宙万物都固有生命结束的时候 可人死后究竟会去哪里 死亡会是终点还是新的开始 真的有天堂或是地狱吗 这些问题到现在 依旧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可有些人却说 他们见过死后的世界 今天就带大家揭开 死后人生的故事 这位19岁的女生名叫蒂娜 她是一名幼师 正在前往学校去教课 可突然她在过路口时 与大卡车相撞 蒂娜的车被撞得惨不忍睹 救援人员花了一个半小时 才将她从车里救出来 紧接着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当时蒂娜的情况很糟 在手术没多久 她就停止了心跳 人在心跳结束后 生命不会立即结束 而是等几分钟后 脑部不再活动才是真的死亡 医生们还在尽力地 抢救着这条生命 就当大家都认为 她已经救不回来的时候 突然蒂娜的灵魂从身体里出来 在抢救室的天花板上 看着自己被医生们抢救 并且能听到医生们的消谈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医学博士兼临死体验研究员说 所谓的灵魂出窍 是在人濒临死亡时 可以看到并听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 且是从当事人身体上方 有力地形感受到的 当时蒂娜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地方 可她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到达 那个特别的地方 这里充满温暖的阳光 与明亮的光线 就好像天堂一样 这里看起来像是人间 可色彩比人间友善许多 非常漂亮 地面踩上去就像是棉花 柔软且温暖 迪娜在那里穿一件淡蓝色长裙 可她在告诉我们说 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裙子 而当时在抢救室情况非常混乱 医生们用尽药物 电击枪都无法让迪娜恢复心跳 只能一直用手按压她的心脏 医生们都认为救不了这位少女了 而另一边 迪娜在另一个世界越陷越深 突然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她向那个方向看到 有两位老人朝她走来 走近后发现这是迪娜的祖父母 可迪娜只在照片上见过他们 因为她的祖父母早就过世了 医学专家表示 许多在濒临死亡的人都会碰到 并且一眼就认出 对方是自己的先祖或是家人 迪娜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天堂 她从小就对死后会上天堂充满了好奇 在这里她又遇到很多人 这些人都健康无比 迪娜又从众人中发现了两个已经去世了的朋友 在这里他们却都非常健康 每个人脸上都是容光焕发 充满笑容 而医生们抢救迪娜 也马上会出现转机 迪娜与身边的人开始谈论其返回人间的事情 这时迪娜的祖父母对她说 她死亡的日期还没到 应该会回到人间完成人生的使命 他们一起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能看到迪娜还躺在手术台上 医生们还在奋力抢救 随着迪娜灵魂回到身体里 她的血压开始回升 紧接着恢复了心跳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 迪娜的生命体征稳定下来 据医生回忆 在手术刚结束后 迪娜就哭着醒来 这很不寻常 通常没有病人会以这个时间且哭着醒来 出院后 迪娜表示 她自己清楚经历了什么 完全确定 在手术中经历的一切不是在做梦 她确实去了天堂后 又回来了 除了天堂的体验 那就肯定有人经历过地狱一般的体验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 将面临一场危机 她是一名神经科医生 一天晚上 她妻子发现 自己丈夫在床上打滚 全身发抖 而且无法交流 接着她就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经过诊断发现 亚历山大患上了罕见的抗药性细菌性脑膜炎 这种疾病会攻击脑部 且存活率仅仅只有1%到2% 经过抢救 亚历山大虽然捡回一条命 可她的脑部已经死亡 只有身体可以存活 就是说 亚历山大的情况还不如植物人 她整天靠着呼吸机生活 存活的希望非常渺茫 可仅仅只过了五天 亚历山大居然睁开了眼睛 并能自己呼吸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但等家人跟她对话以后发现 亚历山大似乎换了个人 从前整个人都是生机勃勃 而现在却犹如僵尸一样 亚历山大告诉我们说 她在昏迷期间也进入了一段旅程 可跟迪娜看到的天堂不一样 这里犹如地狱一般 那里寂静的可怕 周围满是滚烫的泥土 当时的亚历山大没有半点人事的记忆 移动的方式无法用言语描述 不懂这里的语言与文字 不知道有人和宇宙 只知道在地下无尽的黑暗世界 并且有单调的机器般的击大声 从更深的底下传出 她强烈地感受到 有很多很黑很细的根包围着它 突然亚历山大感受到 不知从哪儿出现的光 就像是布料被撕开展现出来的一样 再次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黑暗的世界 而是进入了犹如仙境的翠绿峡 它变成了蝴蝶的翅膀 感受清新的空气 在天空下自由地飞翔 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舒适 还有充满着神圣的爱 她还感觉自己能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可她的潜意识告诉她 自己不久后将要返回人间 果然仅仅过了五天 她就醒来 可她感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并且从此以后 开始特别注重精神层面 两个人的临死经历 使他们相信 自己进入了灵魂世界 对于这种现象 脑部专家对此进行了实验发现 当患者停止呼吸后 检测仪显示大脑活动会异常活跃 这种活跃通常会持续两到三分钟 这个发现让人惊奇不已 但如果以上两人是因为脑波活跃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 绝对堪称奇迹 居住在中国香港的一名夫君说 她的临死体验 使得她的身体奇迹般的发生了变化 她叫安妮塔 在2002年去医院体检时 检查到安妮塔患上了霍奇经 淋巴瘤 这是一种癌症 安妮塔从此对生活充满了恐惧 在三年零十月的时间里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她的全身 可她坚持不做化疗 因为安妮塔曾亲眼看过自己的好友 在化疗期间死亡 她采用了其他的治疗方法 可还是无法控制癌细胞 紧接着她肺部积水 并且需要氧气瓶的帮助才能呼吸 身上肌肉萎缩 体重瘦到八十斤 她意识到也许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2006年2月2号那天 安妮塔突然昏迷不醒 肿瘤专家告诉她丈夫说 安妮塔只剩几个小时了 赶快通知家里其他人准备后事吧 而安妮塔虽在深度昏迷中 可她的思维异常活跃 在安妮塔的临死体验中 她感觉自己跨越到了另一个空间 她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来世 并看到了因癌症去世的好友 安妮塔很内疚 因为在她好朋友去世的最后几天 安妮塔没有陪在她身边 这对于安妮塔来说太痛苦了 可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遇时 安妮塔从她好友身上感受到 无条件的爱与谅解 她完全理解安妮塔为何没在她身边 这令安妮塔感到巨大的宽恕 并且这时候 安妮塔可以选择回到人间 或者一直在那个地方待下去 一开始安妮塔想选择死亡 因为那个地方太美了 同时也不想拖着生病的身体连累家人 可她好朋友告诉她说 如果选择回去 她的身体可以很快痊愈 并且鼓励安妮塔回去勇敢地生活 说完就朝着有光的地方走去 而就在这时 安妮塔醒了 可癌症依旧折磨着安妮塔的身体 但她却清楚地记得 在昏迷期间 在她周围发生的所有的状况 当别人都不幸时 她认出了只在昏迷期间见过的医生 并且说出了医生对她的强救过程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接着奇迹发生了 四天内 安妮塔的肿瘤缩小了70% 三周内 医生在给她检查时 已经检查不到 她有癌症的迹象了 医学专家表示 恶性肿瘤自行消退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发生的几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并且消退的这种几率是指肿瘤变小 治疗她的每个医生解释都不同 但安妮塔前信 这是自己特殊意识的功劳 迪娜 亚历山大 安妮塔 都经历了奄奄一息的时刻 在她们恢复健康时 全都相信自己灵魂的功劳 可这种现象 暂时还无法用科学进行解答 有这种体验的并不止她们三个 根据调查 全世界数百万人都曾有过临死体验 那么在你身边有过这种情况吗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分享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